好 我們這邊補充一個就是 你剛剛所看到composition 就是在這裡叫composition 是最後合成的結果 那如果呢 你在這裡點兩下 你看 我叫三種給你看 你來看看 上面 一般三種你知道在哪裡嗎 榮種 三種 有沒有那是醫院嘛 來 你看上面這裡 我看到的好像都一樣 一個叫composition 一個叫footage 一個叫layer 對不對 三個名稱都不一樣 那到底指的是什麼 你要先認識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是從 就是 我們左手邊 專案這個面板打開的 那我們講過 在AE裡面 你所用到的 影片 圖片 音樂 聲音 音效 通通都在這裡 那這裡就是他的素材 所以 他就是 叫做footage 所以你打開的時候就表示 我想要看看 就好像我們在做菜 你想要看看這個高麗菜 誰做什麼 我就把這個素材打開 你看我從這裡打開 燈燈 有沒有 我這個素材就原始就長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如果打開這一種的 你會發現你看不到別人 因為 你就告訴他 我指定要看你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這一種 這個是從哪裡打開的 從下面 也就是說 我的素材 我已經有 從這裡拿到一個合成裡面來用了 因為我們在裡面用 我可能就會經過烘刃 對不對 你看我們高麗菜 假設你 有下廚的經驗 高麗菜 原始的 是長這樣 切完了之後 然後呢 準備放到鍋子裡面 competition就是我們的 炒菜鍋 那麼 我只看高麗菜炒的時候的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他可能有套用特效 有可能有改變顏色 對不對你看我們炒一炒之後會變軟了 顏色會稍微改變一下 所以你在這裡 所看到的 他稱作Layer 那Layer就跟我們在Photoshop裡面一樣 他就是所有塗層裡面的其中一層 這樣有沒有清楚 可是你在這裡 還是一樣 只看到這一層而已 你不會看到別人 這樣清楚 所以 真正我們最後的結果要看哪裡 Competition 這樣有沒有了解 也就是說你在這裡 才會看到 所有 這些塗層 拿進來 拿進來之後 最後烹煮完的結果 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叫Competition 這樣 比較清楚了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 我剛剛已經把它 好像有素材 把它刪掉了 沒關係 你看像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這三個到底什麼意思 所以平常除非你要特別去看 不然的話 原則上我們都是看最後結果 就是他 就是他 那你今天 如果不小心連這個都關閉了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之前有強調過啊 自然療法沒用的就是這一招啊 如果你這樣不見了 不用關掉再打開 這樣還是看不到 請你到 這裡 喔 你現在所檢視的面板 看是哪一個 你可以來這邊按 把它告訴他 恢復成 reset 復原 所以我只要按一下 有沒有回來了 這樣了解囉 喔 所以如果你面板不小心關閉的話 不要緊張 你就把它 重新 做一下就好 就是把它重設一下 就OK了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 我剛剛這邊為什麼會不見知道嗎 因為我的名字改掉了 你還記不記得我的雲的名字改掉了 所以A1這邊 他原本有的這個 這個他就找不到 這樣清楚了嗎 好 所以 我們補充一下 你在看 A1的時候 這三個 視窗你要注意的地方